子虹落水下半身湿度停。叶星辰失望未能看到湿身衣物贴胸膛。 还是,三立周日新偶像剧《三明治女孩》的逆袭女主角苏晓青,叶星辰失,出社会多年终于脱离了小资族,在职场上身为小主管的她永远夹在主管与属下之间,在公司里是位不折不扣的三明治女孩。 而在剧中感情线的发展苏晓青也是家新女孩,周璇瑜张立昂与子虹两个不同类型的男人间。 而,Bizzo的子虹首次演出三立偶像剧,也跳脱学生匹排角色,超龄演出平面摄影师,个性好动,爱冒险又自恋,是个十足的享乐主义者。 甜美的叶星辰与子虹首次合作,但私下她们都是属于快熟型,很快就打成一片,子虹表示与叶星辰相处之后,发现她是幼稚又傻气的女生,很好相处不扭捏作态。 而子虹曾表示最不喜爱就是自拍,但却喜欢拍别人,所以这次拍戏赚到的就是叶星辰,子虹随时都在捕捉镜头,叶星辰也不吝摆姿势,成为她的最佳模特。 叶星辰笑说,这次在公主邮轮上拍片头,空间时间子虹就会胡乱拍,拍完照后还要自夸自己拍得很好,我一看发现还真的不错,觉得她非常棒,又进入摄影师的角色中,我还开玩笑说以后有装属摄影师了,子虹可以记录我拍这部剧的身影了。 子虹也开玩笑回说,那我要收费了。 三明治女孩的密集的拍摄主要场景都在台中,而子虹才开拍剧组就鲜意落水戏欢迎她的加入,该场描述野星辰飞奔一个不小心伸手太猛挥到在拍摄模特儿的子虹相机,她的直觉反应就是跳入泳池抢救。 原本大家都以为子虹会是铺水落池,但水池深度制到她的下半身,所以只能湿一半,子虹说,本来希望可以跳水是华丽下水,但是因为水池不够深所以没办法耍帅了。 连夜星辰都嫌弃她不够湿,因为她原本想像子虹会全身湿透,衣服紧贴胸膛,但实际拍摄时,夜星辰说,她只有下半身湿而已,一点都不够,我本来也以为会看见她帅气跳水后潜入水下,不过还是有帅气了。 这出戏不仅三明治女孩也星辰被各种压力夹击外,男主角们也不好当,戏中剧情苦难多多却还要保持帅气。 还好子虹本身就是游泳高手,小学时就已是游泳校队,这次虽未能展露泳机,不过光裤子湿就已折腾她许久,因为需要多个角度拍摄,所以子虹需要落水多次,并且得等她上来轰前衣裤后才能续拍。 最好笑的是子虹只准备了一条内裤就应战,所以每次虹前裤子时都只能用一条毛巾来度过尴尬的等待时间。 对不红来说,落水戏不是什么难事,而观众最关心的裸露剧情,她反而觉得会很紧张,因为她自认骨架小,身材瘦而不太干露,所以她自认最大尺度也只到一般吻戏,穿上衣服的时候比较帅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